欢迎收听《斗魄苍穹》第824回 对于青海尊者的威胁,小一仙却是一笑 魂殿? 我没听说过,即便听说过,也比不上萧炎的一丝毛发重要 你! 听了这话,萧炎无奈了,看来啊,青海尊者这回要气得跳脚了,这话对他打击也太大了 果然,小一仙话音刚落,这青海脸色就彻底的阴沉下来 如鹰爪般干枯的手掌中,蓝色光芒微微的闪烁着 片刻后,他森然出声说道 既然如此,那就让本尊者来试试,你有没有资格说这一番话? 敢大,你带人把那小子抓住,此人教我来对付 是! 听到青海的鹤声,那一直远离于天空不远处的九名魂殿的强者,顿时齐声应鹤 旋即徐徐的分散开来,对着萧炎所在的位置就围上来了 这九个人的气息都不弱,虽然说比不上天蛇长老,但那被称为干大的头领,却是七星斗宗的实力 其余的人呢,都略微差一些,但是呢,也不可小视 这若是萧炎全盛时期,尚可能还能和他们周旋,可是事到如今呢,怕是有些困难 小医仙美目瞥了一眼周围,小嘴惊起 一道灰色的雾气喷吐而出,旋即这雾气迎风暴涨,化作一团灰雾飘散而开,把萧炎的周山笼罩住了 这些灰色的雾气并不浓,可见度极高 外人都能看到萧炎其中的模样,但是呢,却没人敢冲上去 因为稍稍实惑的呀,就能够发现,这看似普通的灰色雾气,却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剧毒 那,甘大九人看着灰色的雾气,面面相去了一眼 在那雾气之中,他们嗅到了一种危险的味道 甘大眼中掠过一抹阴沉,目光转向一名同伴 你,他手指一指 文言被指着的那个黑衣男子脸色却是微变 但是在甘大那阴沉的目光下,只能一咬牙呀,把体内斗气召唤了出来 包裹在体外,小心翼翼的对着那灰色雾气接触而去 黑衣男子身体表面的斗气刚刚接触到那灰色的雾气,就陡然爆发出痴痴的声响 然而,他的脸色呢,也就在这一刻闪电般的涌上了一股灰色 感受到这般变化,那黑衣男子惊恐的急忙的退后 他直接盘腿坐在天空上,运功驱毒 看到这一幕,甘大等人的脸色都是一变 望向灰色雾气的眼中,也略过一抹惊惧之色呀 见到这些家伙束手无策 小一仙这才淡淡的一笑 美眸转向面前的青海 美丽的眼睛中略过些许的寒意 那个老家伙居然还想抓捕硝烟 这可是他人都不能忍的事情啊 小一仙说 我也正想试试 斗尊强者究竟厉害到何种程度 今天就拿你试试手吧 小一仙奄然一笑 他玉手倾握 灰色气息缭绕在修长的玉纸之间 灰气穿梭间连周围的空间都出现了细微的波动 见状 青海脸色也是一宁 寻起眼中凶芒一闪 他身体一闪 空中扭曲间 居然率先出现在小一仙的面前 干枯的手掌 犹如鹰爪 带起了空间的波动 直接对着小一仙修长的脖颈 就抓过去了 小一仙欲角轻移 轻松的避开了青海这般凌厉的攻击 玉手上缭绕的灰色的斗气猛然一掌 修长玉纸点着虚空 闪电般的对着后者的身体点去了 面对着小一仙手中的灰色的雾气 青海也略微的有些脸上变色 这些灰气略来的时候啊 他能够清晰的感觉到一种寒意从脚后根直到头发丝 青海的拳头上 蓝色的荧光暴涌 带着波荡的空间之力 一拳狠狠的轰击在小一仙的御手上 就听到砰 两者相撞 空间直接被凭空撕裂开一道漆黑的空间的裂缝 小一仙焦躯一颤 而青海却登登登连着退后了两三步 方才稳住身形 身形稳住 青海的脸色却异常难看 体内的浩瀚斗气涌动 凝聚在掌心中 片刻后只听得痴痴的声音响起 三股细小的血柱从他的掌心中掠出 血柱内弥漫着一股腥臭的味道 这女人手中是何等毒气啊 居然这么厉害 逼出侵入体内的毒气 青海眼中掠过一抹震惊之所 如此的剧毒 这可算是他这些年首次看到了 击退了青海 小一仙并没有追击 他身形一动 出现在硝烟的身旁 御守一招便把周围的毒物收了起来 旋即一旁的空间再度扭曲 天火尊者的身影也现了出来 天火尊者一见身就沉声说道 硝烟有伤 我们人手不够 不要在这里和他们纠缠 先离开再说 小一仙也点点头 这种地方的确不适合酒流 天火尊者看了一眼 天空上弥漫的寒气说 我来破掉那寒气屏障 你带着硝烟先走 话音落下 天火尊者不带小一仙回话 他身形一闪 就出现在那寒雾屏障之下 一拳狠狠的轰出 一拳积在寒雾之上 整片寒气屏障 都被剧烈的波动起来 浓雾的寒雾迅速变得稀薄 那天双子剑状 也是明白了硝烟等人的意图 哦 他们要跑 他脸色一寒 青海尊者快动手 不能让他们跑了 他冰河骨兴师动众来了 这要是被硝烟跑了 那还有面子吗 这种情况啊 不用天双子开吼 那青海也明白该怎么做了 两个人身形一闪 就化作光影 带起磅礴的空间之力 狠狠对着天火尊者就掠了过去 两个人身形刚刚飞出 那天火尊者下方 小一仙的身影就闪掠而出 他玉手挥动 灰色毒气顿时弥漫而出 由于忌惮着毒气的厉害 那天双子和青海 也只能连忙顿下身来 就在他们身形停顿间啊 天火尊者又是一拳狠狠的轰出 随着这一拳的轰出 那弥漫在天地之间的寒气屏障 终于是出现了一条通道 天火尊者见状 眼中一喜 一把把硝烟扯了过来 对着小一仙喊道 快走 鹤声落下 天火尊者抓着硝烟 率先对着寒气屏障的通道处略去 然而就在他刚要窜出那一瞬间呢 寒气通道处 却突然有一个人影 闪现了出来 一方寒冰王座 从那空间处浮现 在那王座之上 一名身着白袍的身影 徐徐的站立起来 没想到 恶难毒体居然还能被控制住 唉 倒是我失算了 随着这个人的出现 天地间啊 寒气骤声 天地间的寒气 在那扭曲空间之中的白袍人影 徐徐站立起来的时候 猛然到达了巅峰 一片片的雪花从天际飘落而下 短短片刻的时间 就令得整个夜城处于血海之中 远远看去啊 银庄素果 阵外妖娱娱和冰冷 消炎三个人 前冲的身形 也在此时凝固下来 旋即一股危险的感觉在心头油然而生 身形一动就闪遍般的向后退去 在三个人身形暴退间 那扭曲的空间突然响起了咔嚓咔嚓的声响 旋即一片淡黑色的冰梯 徐徐自其中蔓延出来 而那道白袍身影 则顺着这黑色的冰梯 缓步而出 就在这白袍身影现身的时候 无数道目光立马就投射了过去 这突然出现的人 一身白袍 身体修长 面目看上去非常年轻 眉宇间透着些许的漠然 但即便如此 也难以掩盖他容貌之中的那份英俊 不过这份英俊中 却透着些许的阴柔之气 另外 在这外神秘的白袍人 眉心的地方 有一片漆黑的雪花的图纹 人的目光看上去 似乎连人的灵魂都被瞬间冻结下来 显得非常的诡异 白袍男子双手富于身后 就这么站在那黑色的冰梯上 天际飘落下的雪花 在他周身呼啸旋转 看似脆弱的雪花 在此刻却拥有着极端恐怖的破坏力 天哪 这是冰河谷的谷主冰河呀 啊 这个老妖怪自己来了 为了一个恶难毒体 他居然兴师动众到亲自出马 哎呦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夜城中啊 也不乏有见过他的人 因此 当一些人看到天空上的 覆手而立的白袍男子之后 一道道惊骇的尸声 顿时响彻了起来 夜家之内 所有的夜家族人 在此刻都呆滞下来 那心蓝更是脸颊煞白 身体都忍不住的有些摇晃了 冰河谷的谷主 这等强者 威名在中州这块大路上 几乎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这等强者平常是极难看到的 但是没想到 今天为了硝烟 这位传说中的大人物 居然亲自出动了 天空上 天双子见到着 突然现身的白袍男子 脸色涌上一抹惊喜 哎 见过谷主 天蛇呢 白袍男子 目光缓缓地扫过四周 突然出声问道 文言 天双子脸色顿时有些尴尬 指了指夜城中某处深坑 那里面正躺着昏迷重伤的天蛇 目光顺着天双子 手指指出的方向望了吗 片刻后 白袍男子点了点头 那围绕在他身上的雪花 速度开始快了一些 一旁的青海 也对着白袍男子抱了抱拳说 没想到连兵谷主都亲自触动了 虽说这兵海也是窦尊强者 但是他知道 他和这位兵和谷的谷主之间的差距 可是相当巨大 窦尊阶别中 星级之间的差距 远非常人能够预料 那简直是一种极为森然的等级制度 若非是一些特殊手段 窦尊阶别 想要越级挑战 那是相当困难的事 更何况 这兵和谷谷主 在中州的成名时间 比他早上太多了 对于青海的抱拳 白袍男子只是略微点了点头 而对于此 那青海也没有什么发怒的迹象 只是不在意的笑了笑 哈哈哈哈 兵谷主 那个叫硝烟的人 是殿主亲自点名所要的人 还望谷主把他擒住后 给我魂殿一分薄面 把他交给我 听得青海这一话 那兵尊者眼中 反而掠过一抹奇异的光芒 目光饶有兴致的打亮一番硝烟 这个人居然能够让魂殿那个人 亲自点名吗 眼中光芒略微的闪烁 片刻后 兵尊者倒是收起了 想要把他一起抓走的念头 魂殿那个人 他当年见过 的确是很恐怖 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小子 和魂殿结下瓜葛 那样太不值得了 对于魂殿这个神秘的庞然大物 即便是冰和谷的谷主 那也是有些忌惮的 兵尊者目光缓缓的移动 停在了小一仙的身上 双眼在此刻迸发出 些许罕见的炽热 我只要恶难毒体 哈哈哈哈 那就太好了 在兵尊者出现的时候 萧炎三个人就紧紧靠在一起 目光凝重的看着他 萧炎眼中光芒急速闪烁 这个家伙实力好恐怖啊 恐怕不会比焚炎谷的唐振弱 要是交手 说不定连现在的小一仙 都不会是他的对手啊 这怎么办呢 萧炎心中思量着 这一般局面可绝对是一个险境啊 要是一个弄不好 今天这夜城还真会成为他萧炎的决定 我体内的斗气已经恢复一些了 要真的到了最后关头 即便是强行施展 也只能催动最后的毁灭火联了 不然的话 此次怕是再起难逃啊 萧炎的目光急速闪烁 心中不断地闪动着种种逃生的念头 在萧炎心头急转间 一个略微冰凉的御手 微微地抓住他 滴滴的耳语传了过来 萧炎 待会儿我拦住他们 你和耀老先生找机会走 萧炎眉头皱了皱 看来小一仙也感觉到了 这兵尊者是如何的难以对付 天火尊者轻叹了一声 终于察觉到局面的严峻 恐怕要走也不是容易的事啊 他们那边可有着三名斗尊 更何况还有着看不透的兵尊者呀 兵尊者似乎没有听到萧炎等人之间的对话 目光泛着火热地盯着小一仙 声音变得异常的柔和 你随我走吧 我不会伤害你的 怎么样啊 啊 哼 做梦 小一仙脸颊冰冷 御手上气息缭绕而上 隐隐间有着淡淡死亡的气息弥漫而出 这是恶难毒气 只不过如今的恶难毒气已经成为了小一仙手中最尖利的毛 恶难毒气的涌现 瞬间就凝聚成毒箭 嗖的一声 面前空间扭曲 直接消失不见了 而那兵尊者面前的空间也一阵的扭曲 毒箭暴力而出 直射他的眉心 望着那暴流而来的毒箭 兵尊者却是一笑 他脑袋微微厚痒 口中一吸 一股犀利涌出 居然生生把那恶难毒气吸进了体内 随着恶难毒气入体 兵尊者脸上也浮现一抹灰气 片刻后 灰气消散 他眼中一彩光芒 却越来越浓 啊 这就是最为纯正的恶难毒气嘛 他生气了一口气 并尊者一脸的舒坦性 玄机有些惆怅 哎 越是这样 我就越想要得到你 得到你后 我的恶难毒体 或许将会变成最为完美的体质了 哈哈哈哈 各位好 我是桑子 欢迎加入桑子听友QQ群 三二六五九八二五一 三二六五九八二五一 跟我一起畅聊斗魄 一同感受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 我许将会变成最为完美的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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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将会变成最为完美的体质